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学界当然是有很多的争议 但是很多人把无能平庸这几个字加注在刘善的身上 各位要理解到刘善当皇帝的时候只有17岁 那17岁各位想想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年纪 17岁刚刚好就我们今天心理学上面讲的叫做叛逆起 但是我们看刘善似乎没有叛逆起 他还下令诸葛亮开辅自私 把绝对的权力全部交给诸葛亮来面对蜀汉政权所碰到的难题 那这一节我们就讲诸葛亮的开辅自私 各位来看诸葛亮开辅自私 诸葛亮开辅自私的整个过程当中 当然因为今天是属汉方面 官方档案甚至于资料档案 他非常的缺乏 我们无法探究他这一次所重用的世人 尤其在地方政府的世人和中央政府的世人 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各位去看诸葛亮他开辅自私 刘善还给他一个名义 过去是皇帝 刘备时代是皇帝兼一周目 就是周目 就是一周的长官 最高行政长官 刘备他是以皇帝兼一周目 他设立的朝廷我曾经讲过 是一个拼凑政权的小朝廷 这种拼凑政权的小长廷 我们看上汉宗表 就是上蜀汉皇帝表 就是由诸葛亮所撰写的 就是上汉宗王表 各位去看看那一些人 那一些人几乎都是益州的二流 甚至于是三流人物 然后劝敬刘备称帝的那个表 各位再去看看那一些人 荆州四人总算是列入了所谓劝敬的名单 这两份名单就可以让我们理解到 一周正情 非常的复杂 那诸葛亮开辅至世 他要怎么去安排这个格局 过去刘备时代 他安排的都是五人格局 我们讲的五人就是军人 就是基本上 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是一个军政府 就是一个军阀政府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你看他的名单 几乎都是元崇集团 然后其次荆州集团 东州集团 益州集团 那换句话说 他用人不以益州人才为主 相对的都是跟他打江山的人物 那荆州集团是沉浮于元崇集团之下 当然很多人现在把元崇集团 也列入到荆州集团里面 其实这是不对 最早他还是元崇集团的人 那荆州集团的大部分 都出任地方 就是郡太守 或者是县令县长 所以我们仔细去看 刘备时代 所有的荆州人物几乎他接掌的都是几乎都以地方政权为主 你很少到中央政权 我们看蒋婉也好 马术也好 还有获益也好 等这一些人几乎都在地方政府任职 而很少到中央政府来 中央政府几乎都是元崇集团 那荆州集团大概唯一的是诸葛亮 诸葛亮他在中央政府任职 所以当刘备一死脱估诸葛亮 然后刘善继位了以后 各位不要忘了 诸葛亮他有三种身份 第一个蜀汉开国成效 那第二个他是益州幕 益州幕 然后第三个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 在促诗表里面都已经提到了 他等同是最高法院的院长 所谓最高法院的院长 就是本来刑杀之权是属于皇帝 但是诸葛亮讲过了 他宫中府中聚为一体 所以我们今天来读出师表的时候 有很多很难解释的地方 诸葛亮其实是有这三种身份 过去行杀是属于皇帝特权 但是现在全部都转到诸葛亮身上 这个是历史学界很少探讨的一部分 各位仔细去看 他是说 鞭打二十下以上的刑罚都要诸葛亮同意 这也就是司马懿讲的 死少是凡 岂能久忽 大家都忽略了 诸葛亮他还兼任了一个身份 就是等于最高法院的院长 大家看到的他是丞相 他是一周目 但是大家没有看到的是 他还兼任了最高法院的院长 他有这三重身份 那古代皇帝的蒸发之权 到了诸葛亮手上 古代皇帝是任用 任用人士之权在诸葛亮手上 然后古代皇帝 我们经常讲的叫丘觉等这一些 也在诸葛亮手上 那这三项特权 过去 过去通通在皇帝手上 转移到诸葛亮手上了以后 那阿斗的意思就是 你放手的去做吧 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讲到诸葛亮政治身份的特殊 各位看 古代他所谓的丘觉 他所谓的刑法刑章 特色权是在皇帝的手上 那在诸葛亮时代 很少特色 几乎没有特色 可是到了费以将为时代 阿斗把这个权力收回来 大赦天下 等等他的招书上面 通通都有写到 就是说特色可以高达25次 为什么诸葛亮时代 一次都没有 就显然这个特色权 是在诸葛亮手上 不在阿斗的手上 诸葛亮死了以后 阿斗才把它收回来 这个就是我们研究历史 容易忽略的一个情节 但是这个情节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吧 各位要理解到 古代的特色权 是可以包含连政治犯 都可以特色 杀人犯也可以特色的 只要皇帝有那个意愿 他可以这么做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诸葛亮时代 他去跟辽蜀辩论 他反对特色 他说色不在下 这四个字 他就表达了一切 就是说特色权是掌握在我 诸葛亮手上 你们不要跟我谈这件事情 所以诸葛亮的延寻俊法 之所以成功 因为他掌握 他本身也兼任的最高法院的院长 就是我们用现代的词汇讲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他开辅之士 他有这三重身份的时候 他用的人 荆州人士主政 各位去看他 有两套班子 一套班子叫丞相府 一套班子叫做 叫做郡太守 或者是周牧的班子 周牧的班子是至宗别家 他也兼了这一部分的工作 所以他虽然一个行政区 他号称可以称王称帝 但是实际上他只有一周之地 这个一周之地 他是丞相兼一周牧 换句话说 他这一重身份 就让他去调节人士 各位仔细看 他的丞相府里面 几乎都以荆州人士为主 但是他一周牧的至宗别家 还有他周牧府里面的人士 是以一周为主 诸葛亮这一点分得非常清楚 在中央部分 是我荆州人的天下 但是在地方 除了郡太守以外 其他的职位 通通他都交给义州人来做 各位知道 诸葛亮这样子做的意思 就是防范义州人 因为只要一周人他在中央担任高层职位以后 他会造成的很多的问题 造成本土化的问题 所以诸葛亮一生都在防 那你看 蜀汉所有的辅政大臣 从诸葛亮 蒋婉 废义 姜维 言语 或者是陈琦等 这一些全部都不是义州人 各位仔细去看 他的辅政大臣里面没有一个义州人 没有一个义州人 这说明了什么事情 就是中央政府诸葛亮始终掌握在 荆州人士的手上 然后第二个 他排除了义州集团 他为什么他要排除义州集团 因为一旦他实施了本土化以后 反而问题更多 各位去理解一下 曹伟集团是想要跟四族政治合作 所以他创了一个九品官人法 那九品官人法是由地方的中正官 去推荐人选 推荐来推荐去 反正州郡政府全部都掌握在四族的手上 但是蜀汉政权却不是这样 它能难是东汉的那一套茶举 征辟 征兆 征兆 还有批用 就是说他的人才禁用管道 他能难是掌握在丞相府的手中 他没有掌握在地方政府的手中 所以我们仔细去看 诸葛亮他的这一种做法就完完全全 不要让益州本土化 一旦本土化的话 荆州四族将无立身之地 一旦本土化的话 这种本土化一定会跟朝魏政权合作 所以诸葛亮终其一生 他不提倡这个制度的原因是在这里 还有一个 各位仔细来看看 他闭关止谷 整编部队 就是我们讲 古代蒸发之权 部队之权 全部都掌握在帝王的手上 那古代皇帝发兵都用腐服发兵 到了曹操时代 这一套腐服制度就没有延续下来 可是诸葛亮能难延续的是腐服制度 那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说 他为什么他要闭关直谷 就是我们讲 蜀汉政权的周律是两年半打个一次仗 为什么 因为刚刚好都是植物生长期 他要储存够的食物以后 才有可能去做蒸发之事 不然的话打仗不拆二兵 但是我们看南中叛乱 诸葛亮为什么不敢去平地 而各个地方的动乱 诸葛亮为什么要用安抚 就是因为经济崩溃 没有钱 然后军队也打光了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在诸葛亮传里面 他要讲所谓的八政图 他说八政继承 就是说其他都没有问题的 那从这一些我们来看 诸葛亮的开辅制式 完完全全是由诸葛亮决定 这里面我们再来再回过头来讲一个例子 李延 李延是上书令兼永安都督 他又加了光禄勋 各位有没有发现 李延曾经写了一封信给诸葛亮 就是说司马懿都能够开辅 我身为辅政大臣 那我为什么不能开辅 就是李延这封信是指责诸葛亮是非常严重 然后他直接告诉诸葛亮 你应该画重庆 现在的重庆市为八州 整个八州设八州赤死 设八州赤死 我就可以以置中别价的方式去聘任很多人到八州来任职 可是李延的这套扬法被诸葛亮否决 各位想想看 设州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事情 不是州政府可以管得到 如果李延直臣阿斗 就是刘善说 请问皇帝我要设立一个八州赤死府 可不可以 那阿斗批准的话 不是一国二主吗 那个时候搞不好是一国三主 就是有一州二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蜀汉的开辅制度 其实严格来讲 跟东吴的跟朝魏的是完全不同 他是权力的 他的权力是高度的集中 都是集中在一人手上 集中在一人手上 有三个好处 就可以一致对外 就是一人 我一个人做了决定 我就不受监督了 可以一致对外 但是一个人 他容易产生专政跟集权 就是说所有事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 好 这个 然后第三个就是 在一人主导之下 你所提出的政策 确确的说 我告诉各位 一人决策 你主导的政治 就是政策 大家都只能够一致奉行 而缺乏监督 为什么诸葛亮要搞一人决策 原因非常简单 他要北伐 除了要北伐以外 他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更多的权力 而这个权力的来源 当然 有人说 这个是跟诸葛亮有关 但是事实上 他的权力来源 就是由阿斗授予 所以阿斗 他虽然 只是话鸭而已 但是 从诸葛亮的开辅至世 那一天开始 诸葛亮为什么 每件事情都要跟阿斗报告的原因 是在这里 我们过去看很多的权臣 或者是 或者有不成之心的人 他们几乎公文是不给皇帝看的 他们自己批了那就批了 但是诸葛亮他还是循着这一套 开辅至世 他的目的是要灌输 给阿斗一个想法 益州是我们荆州人的天下 千万不能够让益州政权本土化 本土化就没有我们荆州的未来 所以他出示表里面 除了一个是属于益州人以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荆州人 那第二个 他也告诉了阿斗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要重用益州人 或者是东州人的话 政权总有一天会翻覆 所以他不建议 把益州人或者东州人 当作一个施政的主体 或者当作一个公务人员的主体 相对的他要把地方 郡太守可以由益州人担任 但是中央政府所有的药职 包含陈相府的幕僚机构 他用的益州人非常少 除非益州人愿意配合他 不然的话他不会用到益州人 顺便他也告诉了阿斗 为什么不用益州人的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诸葛亮的开辅志士 如果真要做一个总结的话 他是为荆州人找出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